请节目 基隆的公车后车亭越来越时尚与缤纷 为了让民众能舒适等车并加强后车亭的美感 在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副市长邱佩玲的努力下 积极引进知名企业来认养基隆的后车亭 第一座完成美化的 是在海洋广场对面的城隍庙公车后车亭 由市府和和泰汽车Lexus合作认养 打造出时尚感又舒适的后车环境 这次Lexus我们打造全新的城隍庙的公车后车亭 以象征着基隆市的海洋城市的蓝色座椅 并以高科技意向的云灰色的设置 搭配夜间的灯光设计 不禁提升民众后车的舒适性 很高兴跟Lexus联名合作 由Lexus来认养我们城隍庙站的公车站的一个设施 那非常感谢他们把他们品牌的质感跟一个设计 都融入了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特色 最重要是晚上 它的灯光打得会非常漂亮 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品牌 在基隆愿意更融更好 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的对产品的用心 完全显示在这个上面 也代表我们新团队的努力 第二座完成美化的 是在意义路上的信武路后车亭 市政府西首元大银行 将企业主视觉与基隆的观光美照融入背板 让人耳目一新 那我觉得很感激元大 我觉得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坐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在等车的人 他们心中的焦虑 或是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 他的不舒服感 但坐这里的位置的舒适度 我相信元大有经过调整 很棒 元大银行非常感谢基隆市府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为基隆市民提供一个漂亮美观又温暖的后车亭 那未来我想我们会跟基隆市府这边紧密的合作 那再次代表元大金控 元大银行 元大证券 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 给我们协助的这个里长还有议员 还有市府团队 第三座特色后车亭 是在镇冰路上的和平桥头后车亭 以肉类加工品闻名的台序公司 特别以缤纷的热狗铺为发想 融入基隆美食设计元素 和后方的镇冰鱼港彩色屋相互辉映 也成为游客热门的打卡景点 那台序今年也已经快要60周年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想要呈现一个 缤纷色彩来呼应后面的彩色屋 我们也希望可以交到 或者是传递更多的肉品知识 所以才会放到这里有猪肉的部位 然后让大家在等车的时候 可能不会无聊 然后认识一些猪肉知识 然后另外一边当然也要融入 那个基隆的在地风景特色 所以也放了一些基隆的名产进去 那希望大家在这里等公车 或者是来拍照 来那个鱼港 欣赏的时候 也可以带一点新的感受回去 我觉得每一个经过这个地方的人 看到这样的光亮 他会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我们总说留一盏灯给夜归的人 那同样的我很希望 这个地方可以留一盏灯 给所有经过不管是基隆的人 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或是非基隆的人 感受到基隆的关怀 三座特色候车亭 让民众能舒适地等车之外 也为基隆增添了城市亮点 市长谢国良上任一年多来 充分结合企业资源来推动市政 期盼让市民与外地游客 感受到基隆的新风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